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归在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毫无疑问的 耶稣是我们应当崇拜的大教师 在这一科学科 我们就从耶稣身上一起学习 今课就让我们一起探讨四个范畴 第一 天父的荣耀 第二 我们的榜样 第三 使两者和好的中间者 第四 配得敬拜的 首先我们看天父的荣耀 在《仰福音十四章九节》这样说 耶稣对他说 腓力 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 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你就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按呢? 腓力是耶稣门徒之一 他与耶稣亲密相处三年纪之后 彼然还是看不到耶稣到成欲生的重点 他力就是要彰显天父的品格 所以为什么耶稣说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天父 腓力的话 被记录下来 也都给今天的我们去审视自己的机会 我们与耶稣同行有多久呢? 我们比腓力更了解耶稣吗? 究竟耶稣是谁? 他有什么特质? 我们一起看《希伯雷书》一章一字三节 经文说 神既在古时 值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 晓于列祖 就在这末世 值着他而止 晓于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 承受万有的 也曾值着他 创造诸世界 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权能的命令 托着万有 他洗净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这段经文说给他知 自从罪恶入侵世之后 上去就不能够面对面与人相见了 因此他要值着先知 将自己的启示给我们认识 但是这种启示不完全的 第二节说给他知 唯有耶稣 耶稣才能够完全的将天父显示出来 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上帝 希帕来书告诉他 耶稣是上帝荣耀的光辉 耶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耶稣是托着万有的 他是创造主 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 耶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耶稣来到世间 教导我们关于上帝的真理 并且好像高林多后书四章六节所讲 向我们显示 神荣耀的光 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好我们继续看 天父的荣耀2 让福音一章十四节 到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 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有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十八节 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 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到成了肉身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上 目的就是要显出 天父的荣耀和品格 好用人能够在他身上 见到上帝 正如刚才读过的希伯罗书一章三节 耶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而当我们效法耶稣的无量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向世人显示出 天父的荣耀和品格 耶稣是世界的光 他也都使我们成为光 以他的品德的知识来照亮这个世界 我们怎样才能够有耶稣的品格 我们怎样才能够有耶稣的光 以致我们能够照耀这个世界呢? 答案很简单 我们与耶稣同在的时间越长 我们就越能反映他的荣耀 正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所说 我们众人既然躺着灵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保障从正字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当我们借着读经讨告 与耶稣同行的时候 我们越能够认识耶稣 以致我们能够更加向他学习 而成为他的光 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榜样 让福音十三章十五节耶稣说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为了后发耶稣的榜样 我们必须要研究 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是怎样的 保罗在弗里比书 二章一到十一节 很真切地来妙讯耶稣的本德 以及我们应当怎样去后发他 保罗告诉他 耶稣在创世前已经存在 他的神性、他的道成欲生 他的人性 以及他愿意仇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一切都描述了 耶稣从天国到逐流地 漫长、艰难、降悲的历程 他也描述了天父如何 将耶稣高举到 全以就敬拜的地位 福音书的记载告诉我们 耶稣愿意降悲 成为一个无助英系 在赫西马年 他愿意信从天父的旨意 在最后晚餐 他屈室为门徒洗脚 成为一位服侍人的主 所以我们也要明白 上帝伟大的教育 和教授的工作得以完成 并不是靠着高抬自己 乃是在上帝面前 谦卑自己 信从他 并成为众人的伯人 好了 下一个题目是 使两者和好的中间者 在《哥林多侯书》五章十九节 怎样说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 托付了我们 罪的鸿溝 使上帝与人类隔离了 我们无力自己 跨越这个鸿溝 更甚的是 我们里面的罪 会阻止我们 真心地要去跨越这个鸿溝 然而上帝 确是踏出了第一步 祂赐祂的乙子 使我们和祂和好 祂甚至将悔罪的心 放在我们里面 耶稣是生命的创造者 和维持者 祂也都在十字架上 救赎了我们 祂赏灭我们的罪 使得我们和上帝和好 接来请大家 特别留意 《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节 经文告诉你 耶稣的救赎 不单止救赎人类 而十字这样说 既然借着祂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祂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 天上的 都与自己和好了 在善罗大斗争中 上帝的信实受到质疑 罪人的死是前所未见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 就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答案 众生的疑惑得到解答 所以这里说 天上一切都以自己和保 耶稣的十字架告诉我们 罪的结果死亡是什么回事 就是当一个生灵 与生命之源团住的时候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看 启示录五章十二节这样说 大声说 曾被杀的高阳 自耶稣降生为人之后 有人就被激励 来到敬拜耶稣 一群天使以一伙明亮的星的模样来出现 来宣告救主尼赛亚万皇之王的雷露 这个宣告在百里行城外的野地里面 被人听见了 也都在买熟波大迈亚的地方被人看见了 单据路加福音仪章的记载 牧羊人一听见这个信息 就立刻跑到马草那里去 他们知道这位新生的燕鞋就是那位救主 因此他们向祂拐拜 并且出去宣扬这个消息 耶马太福音第二章记载东方的博士 了解到一伙星的出现 那是预告救主来临的议员应验了 他们准备好要去朝见祂 就启程远行去敬拜祂 并且向祂献上礼物 今天就如他们一样 我们也都被呼召来敬拜基督 但愿重赞、尊贵、荣耀、权柄 都归给上帝和主耶稣 在《告青年书》维埃里这样说 上帝爱子的工作 就是祂用自己神圣的身体 把受造者与创造主联系起来 把有限的人类与无限的上帝联系起来 这个题目值得我们终身思考基督这项的工作 既拯救了这个世界上 沦桑而将亡的人类 又广告了其他世界生灵的忠信和纯杰 它为叛逆的人类重新忠信于上帝 开辟了道路 同时又为那些纯杰的生灵提供了保障 使他们免遭污染 这段说话再次告诉我们 耶稣到成肉身 不单只是要拯救人类 也都要让宇宙众生 明白上帝的信实和大爱 好了 我们今课的概述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课再见 拜拜 拜拜